因为你今年这个破财叫做什么 你可以想象 我们这个阿公阿嬷 就像我们房子的基底 你的人生是盖在这上面的 如果他们爆掉了 就把你的房子容易倒下来 所以你今年的运势 就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生肖鼠在农历九月升 这个会有什么状况呢 这个会有财务的纠纷 因财失忆 为什么呢 因为下半年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叫结财 一个叫结煞 那结财跟结煞在一起 会造成我们财务上的损失 我们讲的就是损财 一定有什么生肖命格 会有损财的状况 没错 杨燕姐这个很聪明 我们现在讲到的 这个2024年 要多加注意的这个生肖 我们现在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就是我祖兔的同学 先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我们已经预防在预防 为什么 一般来说它这个生肖有问题 一般都跟太岁有 有关 那像鼠兔今年大家是 大家说你又没有冲太树 又没有振作太岁 为什么 其实鼠兔是害太岁 因为兔龙是相害的 那这种相害之后要怎么化解 我们一般来说 太岁这东西都跟阿嬷有关 所以就要去超度阿嬷 做法会给阿嬷 才能比较平安 所以我祖坟报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一定跟阿嬷和祖先有关 所以就补了很多法会给阿嬷 感谢我今天没有受伤 所以鼠兔的同学 真的要多加注意 因为这个地震还没有结束 大家都讲说这个还有各种余症 大家要比较小心 所以鼠兔的同学记得怎么样 就多做法会给阿嬷 好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 鼠狗的同学直接是冲太岁 这个一定是出状况的 一定是阿嬷有状况 要不然就是 如果阿嬷已经比较离开了 那一定也是要赶快去 让阿嬷做一些法会 或者说去超渡阿嬷 它可以让你今年会比较平安 因为你今年这个破财叫做什么 你可以想象 我们这个阿公阿嬷 就像我们房子的基底 你的人生是盖在这上面的 如果他们爆掉了 基本上你的房子容易倒下来 所以你今年的运势 就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这要比较注意 就是这个鼠狗的同学 如果很衰的话 记得要跟祖先好好打交道 好 接下来是第一名 第一名这个是可大可小 这是鼠龙的同学 鼠龙的同学 简单来说就是犯态税 可是他有分两个端点 犯态税一般有两种状况 就是超爽跟超不爽 所以你就回想12年前 简单来回想12年前的时候 你犯态税的时候 你是不是超爽 如果你人生过得超爽 恭喜你 你就属于犯态税会超爽的那边 那如果你回想你12年前 你可能阿嬷刚好走掉 或是说家里面有人出状况 那你就要知道 你就属于超不爽的那个类型 那你今年呢 就要更多加注意 尤其在夏天之前呢 一定要赶快怎么样 赶快去跟阿嬷打好交道 跟祖先打好交道 才会比较平安的 大家请教一下廖玉华老师 哪些生肖命格的人呢 今年下半年要注意 少跟人发生冲突 我们来看 今年下半年 要少跟人发生冲突的生肖命格 首先呢 生肖属属的 然后如果你在农历二月生 要注意什么呢 那就是要注意 感情用事意气之声 为什么呢 因为属属农历二月生的人呢 他在这个下半年有个桃花形 那桃花香形呢 会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自己的情绪起伏不安 会比较烦躁 比较烦躁有时候人家 无心的一句话 你整个脾气就疼了 那脾气起来呢 有时候就会出口伤人 这是要比较注意的 那第二点呢 因为桃花香形的关系 所以呢 也会再跟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的情感 老婆或者是老公 有时候呢 你的情绪呢 很容易被引发 如果听到别人说 我看到你老公可能在巷口跟那个 卖 卖槟榔的姐姐妹妹 聊两句 可能你整个情绪就会被诱发 然后就会想要跟他吵架 老师 你是跟我的吗 陈老板 属老鼠吗 农历二月生 不是 但是 会有这样的性格冲动 后果冲动 这个可能跟命格有关 可能跟命格有关 对 这个我们等一下私下再聊一聊 好的 对 那因为这个属老鼠 农历二月生 就是会有桃花香形的问题 所以这种状况呢 会特别特别的明显 好 第二种状况呢 来 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是生肖属狗 如果你在农历三月生的话 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 会有一些冲突 然后还有一个利益的状况 什么叫利益回避呢 也就是如果你的工作 你会有一些回扣或佣金 可是这个时候可能 你没有拿回扣 你没有拿佣金 你的同事拿了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会背黑锅 可能 可能只有你的同事拿了 可是老板就觉得 你们这个组织全部都有份 所以如果碰到这种状况 请特别特别注意 要跟同事保持一些距离 保持自己的清白状况 那如果有一些利益分配的问题 请及早跟老板报告 才会避免因为这些状况 产生一些冲突 好 第三个我们来看 生肖属龙 在农历九月生 这个会有什么状况呢 这个会有财务的纠纷 因财失忆 为什么呢 因为下半年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叫劫财 一个叫劫煞 那劫财跟劫煞在一起 会造成我们财务上的损失 我们讲的就是损财 那损财 例如说在做生意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对方虚假的报价 或是抬高价钱再打折 结果你以为你占了便宜 实质上你是有损失的 那第二点 还有就是跟亲戚朋友 亲朋好友 如果我金钱的往来 本来跟你讲九月要给你钱 九月要还你钱 这个九月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九月 到明年九月 这个遥遥无奇的九月 好 那这个状况如果说 自己把财务的底线 或者是你要付出去的货款 压在这个年底的时间呢 就很容易出状况 所以尽量在财务方面给自己一个 宽松一点的时间 然后尽量也避免跟大家 跟亲朋好友有一些金钱的往来 才会避免冲突 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 请教一下苏恒老师 什么生肖命格的人 今年容易被小人给 冲康 冲康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因为现在年初嘛 现在年初的话 我们赶快先预防一下 比较不会被小人冲康 那但是以下呢 苏恒老师列的这四个生肖 不代表每个都会中 因为如果你洁身自爱 管住嘴巴 那么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 所以呢 今天这一题算是一个警示题 好不好 千万要做到 然后呢 我们就洁身自爱 不要把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揽到你的身上 那我们就不会被小人冲康的 来 我们来先看第四名 生肖属猴的 其实属猴的呢 在今年应该是运气相对好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人红是非多 而你在今年犯到了哪些凶星呢 纸背是一个凶星 无鬼也是一个凶星的名字 纸背其实很简单 你就看到有一个人在你背后 支支点点 数什么的会指他 数什么的会指他 这个可能其他的会指他 不要太嚣张 就真的 厉害没得屁股 对不对 做人不是太厉害 所以呢 这纸背就代表 有人在你的后面支支支点点 如果你做人做事太高调 就很容易在背后被人家讲说 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 再来无鬼呢 大家可以听过 无鬼运才 所以无鬼就代表那种 偷偷摸摸的小人 也代表有人在你的背后 偷偷摸摸呢 做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 所以这个小人就在你的后面作祟 因此属猴的人 在今年要特别注意 讲话或者是你做事情的方式 都最好要谨慎小心 不要被人家找出错处 更不要那种树大招风 再来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 就是生肖属羊的 生肖属羊的 在今年的姻缘运其实不错 那但是它为什么会被冲康呢 我们来看一下 灌锁勾绳 财务纠纷 这个冲康呢 来看一下 灌锁代表是一种束缚感 好像很多绳子把你绑起来 那这很多绳子 把你绑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做事情 有点施展不开 也就是说你的家庭 或你的上司 有的时候呢 不见得是冲康你 而是让你觉得施展不开 总是让你觉得压力很大 如果再加上勾绳 勾绳你看 把你的精神神魂都勾走了 代表什么 你常常觉得精神不济 压力颇大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再去听从那种 什么莫名其妙李专的建议 电话打来说 小姐要不要投资这一种 你再去听这种乱七八糟的 就很容易有这种财务的纠纷 因此被冲康是在这一点上面 所以属羊的人一定要特别小心 再来我们来看第二名 生肖属兔的 属兔的 其实今年感觉也是不会太差 可是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在哪里呢 六害 六害呢 听到这有六个害 好 就代表 有一些害处会出生 不是 出现 好 这个出现什么呢 尤其是跟工作上面的琐事 还有跟长官 你要注意跟长官相处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我直言尽见是一件好事 所谓忠言逆耳 良药苦口 但是拜托跟上司 就不要这么忠言逆耳 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 你就是反贼 刁民 你就是要跟我冲康 既然你要冲康他 他就先冲康你了 对不对 所以生肖属兔的 在今年 一定记得跟你的上司长官 或跟你的长辈 家里面的长辈 在用词潜资上面 一定要好好的 不然他们会从贵人 变成小人 再来我们来看这个 生肖属牛的 生肖属牛的 那真的就是 好在都没中 好在都没中 中了一口气 中了一口气 那感觉很像 对 不喜欢的呱呱乐 一整年 好 生肖属牛的 刚好就叫卷舌是非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卷舌这一颗心 你看舌头卷起来 代表什么 刮躁 啰嗦 讲一些 不相干不重要 风花雪月 甚至惹是非的祸事 所以属牛的人 今年特别要注意 不要去跟人家 街头巷尾串门子 想说讲讲故事 聊聊八卦 没什么了不起的 千千万万不要 因为八卦的是非 就会从你这边 开始传出来 而且还有注意 在这个公司 或者是在 这个私人聚会的场合 不要呢 以而传而 就听到什么 某某某 我跟你讲 我听某某某说什么什么 到最后全部都是你说的 所以这个卷舌是非 一出来 是非常小心的 一定要记得 或从口出 你知道吗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嘴巴今年一定要关紧 那么是非 就不会到你的身上了 fog是多的 小卦 并从口出